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接到顶级资源后,报王一博又接到王炸资源。 肖战、王一博本无任何交集,但是2019年一部名为陈情令的网剧热播之后,自此以后,肖战、王一博两人的命运齿轮便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同样都是出道及巅峰的王炸表现,肖战、王一博的实力难分伯仲,两个同样优秀的人走到一起,注定会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一部陈情令的热播,不仅捧红了肖战、王一博,而且也让伯军一销这个不是组合的组合顺利诞生。 自从凭借陈情令双双走红之后,肖战、王一博巨少离多,而伯军一销其实也不过是粉丝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并不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偶像组合。 即便如此,伯军一销还是深深铭记于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他超越了一切形式主义,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也正因为如此,不管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只要提到肖战或者王一博的名字, 伯军一销的粉丝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两位哥哥的名字。 肖战、王一博注定将要同甘同苦,患难与共。 巨势一把火,散世满天星,相聚是缘分,而分开之后,肖战、王一博又都可以发光发亮,绚丽绽放。 没有对比,所以也无需伤害,走红之后的肖战、王一博齐头并进, 他们在各自的演绎之路上不断前行,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作为圈内公认的顶流明星,肖战、王一博自然不缺优质资源, 像他们这个级别的明星,剧本可能会接到手软的地步。 虽然剧本很多,但是能够接到好的剧本,有时候还得靠运气。 而令人欣慰的是,继肖战接到顶级资源后,近日有媒体爆料,王一博也接到王炸资源。 众所周知,在肖战的影视剧库存当中,目前最受粉丝关注的一部影片大概就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了。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该片由徐老怪徐克指导,徐克在华语影坛的影响力人所共知, 而出自徐克之手的经典影片更是数不胜数。 徐克是质量的保证,肖战是票房的保证,金庸武侠又是剧情和口碑的保证, 这就注定《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将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 肖战能够接到这样的顶级资源,实属万幸,一切都在叙事呆发当中, 只待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正式上映的那一天,一鸣惊人。 肖战接到顶级资源,令人羡慕,而作为博军一销的成员, 王一博同样不甘示弱,本就在影视圈表现异常出彩的王一博, 在近日被爆很有可能将出演周星驰的新作女族。 据港媒爆料,目前周星驰的新作女族正在紧张筹备当中, 演员海选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而据港媒爆料,周星驰方面目前正与王一博接触当中, 周星驰有意让王一博参演他的新作女族, 而如果港媒的这则爆料属实, 那么,王一博接到的将是堪称王诈级别的顶级资源。 对于周星驰无需过多的介绍, 作为无厘头电影的代表人物, 周星驰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一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 再多一美之词似乎都无法形容周星驰在华语影坛的地位。 而自从转向幕后工作, 成为一名导演之后, 周星驰似乎特别钟爱在他的影片当中启用大陆当红男星, 比如王宝强、邓超, 他们都曾与周星驰有过相当不错的合作。 所以对于港媒爆料周星驰有意让王一博出演他的新作女足, 可信度极高, 绝非港媒随意度转, 空穴来风。 不愧是博军一销, 销战, 王一博双双接到如此顶级资源, 这是他们多年来辛勤付出的结果。 没有哪个人可以轻易成功, 只有不断地努力向前, 幸运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博军一销的成功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从成名至今, 博军一销没有意外, 只有惊喜, 能够借助陈情令这部网剧结缘博军一销和其幸运。 王一博探索心境, 粉丝期待与舆论质疑的交锋。 随着王一博探索心境要来了的消息迅速传播, 公众对这位年轻偶像的新尝试充满期待。 王一博, 一个在舞台上燃烧着青春热情的艺人, 此次选择跨界探索, 不仅是对个人艺术追求的追寻, 也是对商业机会的敏锐把握。 这一新动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粉丝的狂热以及媒体的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对王一博未来发展的多维度观察。 支持者们热切关注这次探索, 因为他们看到了王一博在艺术上的无限可能。 在他们看来, 偶像的每一次尝试都是一种勇于突破自我的体现。 许多人将这些尝试视为情感寄托, 寄希望于能够在偶像身上找到共鸣与灵感。 随着这一信息的发布, 粉丝们的热情如火焰般瞬间点燃,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未来作品的猜测与讨论。 然而,舆论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有人担心他的跨界尝试严重影响专业性, 认为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和技术 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媒体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也呈现出多色彩的态度, 不同观点在辩论中交织, 形成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多元视角。 舆论的分歧折射出当代社会 对名人跨界的复杂情感, 既有对成功的期待, 也有对失败的警惕。 深入探讨这一转变的背后, 王一博的动机不容忽视。 他不仅希望通过尝试新的领域 来丰富自身的艺人形象, 更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一方面, 探寻心境的过程可能会遇到技能要求的挑战, 另一方面, 市场能否接纳它的变化也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动机的复杂性, 使得观察者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此举对社会的影响也值得研究。 在当下娱乐圈的生态与青年文化的快速变化中, 王一博的跨界表演可能为其他艺人树立榜样, 激励他们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 传播正能量的价值观。 然而, 成功与否都可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 偶像的言行举止将成为他们学习的目标和方向。 总结王一博探索心境的意义, 这不仅是个人艺术生涯的勇敢尝试, 更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无论此次尝试的结果如何, 王一博的探索精神无疑值得赞扬。 期待社会在理解与包容中, 给予更多年轻人勇于创新的空间, 促进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与个人成长。 在不断探索的心境中, 我们应当保持理性与关注, 期待更多积极的尝试拥抱未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